端午节午红 端午节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 它与春节、清明节、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端午文化在世界上影响广泛 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庆贺端午的活动 其中有些地方庆祝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外 还有吃午红 南京的端午节午红指的是 烤鸭、线菜、鸭蛋、龙虾、熊黄酒 其实南京传统意义上的端午美食是 午红 即黄扇、黄鱼、鸭蛋黄、黄瓜、熊黄酒 只是随着历史变迁 午红才演变为午红 此外 各个地方的风俗的差异决定午红的组成 比如东台的午红是指 咸鸭蛋、洋花萝卜、油爆虾、炒线菜 红烧黄鱼等五道菜肴